折就率 因为待会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不谈折就方法了 因为这是出话里面做的 所以待会呢 折就方法里面呢 我们就会跳舞开 好 同学很累吗 好 有一位同学呢 从经常睡到现在了 是不是 如果太累的话 是不是要 回去睡比较干脆一点 至少你下午的课 可以比较有精神上课 如果大家很想去呢 我说你可以 预洗把脸 我不介意 你可以走出来 预洗把脸 就是呢 如果你要一直睡 其实我会比较建议 就是干净你回去 好好地睡 因为你睡饱了 至少早上睡饱 你下午的课 还有精神做 上课 那如果你在课堂上 没有办法 听课 然后你这样的睡 你睡得平时不好 你下午一样 精神不好 那反正就会 一整天都到这边 好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没有办法上课 那你觉得你需要回去睡觉 你跟我讲一声 也可以的 好 我不会做什么六点的记忆 只是你要常常做好的 好 常常想 不要把你忘记这么困难 你精力不是很好 可是太常出现的时候 我就是记得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呢 三百三十九页 好 定律地减法 我们刚刚讲 定律地减法的折旧方法 定律地减法的折旧方法 都配属一个地减法一样 刚开始计算折旧的时候 都不考虑成值 那计算方式是账面价值 去乘上折旧率 那定律地减法 它的折旧率的计算 好 是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好 拿这个例子来讲 好 拿这个例子来讲 好 八年成本是 成值是四十万 成本是四百万 如果没记错 如果是这样子计算的 账面价值去乘上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因为是一开始就是 它的公式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例子只是告诉你说 它的折旧率是百分之二十万 但是你要记得 它也是一个什么 递减法 为什么递减法 因为你的被陈述二十五%不变 但是你的 你的陈述二十五%不变 但是你被陈述 账面价值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最后算出来的成绩 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它是递减法的折旧方法 好 所以这个是 因为我们刚会不讲折旧方法 我们这些计划里面提过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说这是X0年的时候 七零号买的 然后第二位三十号呢 公司呢 这个交换台南 那个公司铺机器 那这个交换呢 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这个机器呢 的公允价值 再换出去那些是两百五十万 那换入完 换进来的是三百万 好 所以呢 大家是什么 在商场上面 250万跟那三百万要换 你的大肥美女 所以它你要付另外的五十万 好 所以呢 台北公司要更 付台南公司五十万来交换 然后换入这个机器呢 那要连线五年没有残值 残平均法体内折旧 所以这个平均法就是实现法 好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我们来做 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算 它的账念价值 它的账念价值呢 成本是四百万 但是呢 它的账念价值 需要减量它的累计折旧 所以它的累计折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叉零年的折旧 叉一年 叉二年 叉三年 叉四年 叉五年 它到叉六年嘛 对不对 叉六年 对不起啊 没那么长 叉二年的六月三十号 就叉三万 就叉三萬 我想和叉六年 第二年就是四百萬的年始成本 減掉五十萬的累計折舊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那差一年是一整年喔 所以我是三百五十萬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是八十七萬五千 那第三年呢 就是差二年 換六月三十要換的啊 所以我要先提前半年的折舊費用 然後我的折舊費用呢 是 差二年初的累計折舊是多少 是一百三十七萬五千 這兩個加起來 一百三十七萬五千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乘上二分之一 好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除二 好 最是三二八六 好 他現在要做的是 假設我要做差 好 我們做完了看一下 差零年 折舊 他要只問你折舊 那就不用寫分歉了 那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呢 但是呢 我要很清楚他怎麼做起見 我要提醒你 差二年六月三十要換交換的時候 台北公司先提半年的折舊 借折舊費用 三二八 一二五 蓋累計折舊 這樣你才有把這個折舊費用呢 累計折舊調整到出售當天為止 這樣才會得到出售當天為止的帳面價值 那他交換的時候 因為他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說不具有商業實質的話 你要把什麼 交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加上你付的現金 減掉你收到的現金 好 你不是付現金 就是收到現金 不會兩個同時發生啊 好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因為我付現金五十萬 好 我先把它寫出來 那我換出去的資產呢 機器設備 好 為了怕我自己亂掉 我就寫舊 就寫換出也可以 好 我換出去這個資產 免費的成本是四百萬 那我的累計折舊 到現在為止 就這三個加起來嘛 好 瑞士1375加上 13750加上328125 瑞士1703125 好 那因為它是什麼 不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我拿換出去資產的帳面價值 加上我付的現金 所以我的機器設備 新的 或者是要寫換一個也可以 好 所以我的帳面價值呢 是 寫掉四百萬 好 然後呢 又付了五十萬 所以是2796875 2796875 好 你看一下借貸放有平衡 借貸放要有四百五十萬就對了 好 這樣沒錯 這樣看懂嗎? 這個例子因為不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我拿換出去資產的帳面價值 加上我付的現金 當作我換利資產的入帳成本 好 這是課本上面所借的 所寫的 然後現在呢 它要問你差二年的折就費用 好 差二年呢 因為我把這個例子做完 所以重點就是我要知道 這個入帳金了 差二年的下半年 就是上半年 所以是2796875乘上五分之一 因為他說呢 可以用五年 五年之後沒有殘值 對 然後用平均法 就用直線法的意思 好 二分之一 半年而已 好 所以呢 2796875除5除2 好 所以是2796279688 好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差三年呢 就是什麼? 這個金額乘上五分之一就好 好 這就是279655935 好 這是從差零年的一、二 這兩個要加起來喔 因為它問你差二年的折就費用 以及到差三年的一月的折就費用 大家看懂嗎? 好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你當然要先知道 你怎麼去承認你換入資產的入帳金呢? 好 有沒有問題? 我這裡改一下 我把它變成是 具有商業實質 這個例子我可以改 我把它從不具有商業實質 改為具有商業實質 請問一下 其他的例子都沒編 原來的成本 折就方法 定律遞檢法 然後呢 殘值都沒變 然後半入資產一樣 會用五年 用平均法律的折就沒有殘值 請問一下 在具有商業實質之下 差二年 你的折就費用 以及差三年 你的折就費用 用圓圓 你這樣好寫嗎? 沒有桌子 沒有桌子 好 那你可以上來寫看看嗎? 張藝跟路 或者是 擦面臉 下半臉的折就更好 一座 一座 請問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教大家你的会计规定 技术上该怎么做之外 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 一步要听完 大家应该有的学习在做 但因为可能今天待会要发考证 所以大家都知道 待会一定会点 就发考证的时候 就会知道谁来谁来 所以虽然你百分不愿意 坐在这里听这个课程 但是你还是会这样 因为你不愿意在这边 到哪边来 但是有意义吗 所以我说我不是纯粹 只是要告诉大家快递怎么做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的 自己对自己负责 你对自己负责 其实你也是尊重其他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很满意在上课 我觉得我很用心在希望 把我所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们 我也觉得我很用心在想 我怎么去把该有的观念 基本的逻辑 告诉大家 但如果大家真的是上课 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什么兴趣 我真的也觉得说 你要勉强 因为我相信 就算你都来了 考试出来的结果不好 也不会因为你每一堂课都来 就会让你过 学习的目的不在于过跟不过 我觉得是要对自己负责 未来以后人家说你学过会计 好 那你告诉我 这个交易发展你该怎么做 你怎么可以说出了什么语言呢 好 严禁于此 我就开始往下讲 如果你是具有商业实质 那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具有商业实质的话 你要去算出来 你出售当时的账列价值 跟它的供免价值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因为它有告诉我说 这个换入机器的供免价值是三百万 但是我必须 这个三百万我不是以物易物 所以换出资产 对嘛 换出资产是两百五十万 所以呢 我换出资产的供免价值 要跟我换出资产的账列价值来比较 决定出我的处分损利 你要决处分资产损利 你要决交换资产损利都可以 因为在你的资产 在你的损利表放的位置是完全相同的 好 那因为我们前面 不管你是后面的交换是实质 或者是不具商业实质 其实都不影响 我这钱差零年到差二年所提列的折旧 都是什么 都是1703 125 好 那我的账面价值就是可以已经告诉你说 我的账面价值是2796 875 因为我如果是 对不起 应该不是 400万减到1703 这个是加了50万 所以400万减到1703 125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是2296 875 好 这个时候我的账面价值 好 我的账面价值呢 是400万 去减掉1703 125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是2296 875 它这里告诉你呢 它的账面价值是250万 所以这中间的差 你就知道 你的储分利益有多少 因为什么 账面价值比较低 账面价值 对不起 账面价值比较高 账面价值比较低 所以呢 我的储分利益就是203125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呢 我的分路会怎么写 好 差2年的6月30号 那个折旧一样 好 因为我说了 这个折旧账面一定要写 因为分路写上去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 你处分当天为止的账面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借折旧费用 代累计折旧 好 我都会不骗期 你再把这个分路写出来 就告诉你哦 你一定要把折旧费用计算到你处分当天为止 因为这样才能够得到你的账面价值 处分当天为止账面价值 所以是328125 好 接下来呢 我的交换 我取的 我怎样呢 我先把我的累计折旧 好 我的累计折旧呢 到差2年的6月30号为止 都是1703125 那我换出去这个机器 原始成本 换出 或者是写旧也可以 好 假设我的写旧 比较简单 好 是400万 我又付了现金 50万 我用 这里先告诉你说 我产生了 除贩利益 20万 375 因为我把换入机器 新的机器 用它的账面价值入账 账面带是300万 这个新的机器账面价值是300万 工业价值 因为具有商业实质 我改了 我把刚刚开本上面那个例子 原来是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具有商业实质 你可以看一下 我不承认损益 这个是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我就把换出资产的公平价值 跟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来做比较 来决定出我的普分水利或交换水利 好 所以接待方一定会平衡 不平衡就表示第一手写错 我这四方文写好 一篇好了 就是我写得对应 我大概看一下它是40万 好 好 就是如果课本上面那个例子 改成是具有商业实质的话 我的会计记录怎么做 那你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 差二年的下半年的折旧不用怎么算 因为我的账面价值在这里 新的机器的入上成本在这里 好 所以呢 差二年底 下半年我体贴的折旧费用 是三百万去乘五分之一 月没有残值嘛 所以三百万 耐用年限是五年 差二年的下半年 三百万乘上五分之一 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是三十万 然后差三年呢 好 一整年三百万 去乘上五分之一 所以是六十万 就这样子喔 好 如果这个例子把它完全改成是 具有商业实质的分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样子 就这样子 这半年 这三个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就不一样了 好 因为你入账的金额不一样 好 万金来的资产的入账金额不同 好 我看一下解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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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没有把它考虑到一个是他半年的问题 好 基本上 就是说 他在年度当中取得 一种方式是像我这样子写 另外一种方式就像年书和记法 记得吗 我们年书和记法是不是讲说 因为他是跨年度 所以得年书和记法呢 写法 因为呢 我是差零年的六月三十号 许得的 好 所以呢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到差一年的六月三十号才是整理 差二年的六月三十号才是整理 差三点就每一年呢 他都是一半 好 有两种算法 折旧費用的计算 年度当中 只有倍数余额地检法跟定律检法 地检法可以二选一 如果是年书和记法就没有 他一定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年度结束日 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所以 我说呢 如果呢 题目上面 如果我们也可以告诉你的话 你的 健庠 你的 好的 是 他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